輕盔的節奏 營造出愉悅的氛圍 用烏克利利带动快乐的气氛 实在惬意 近年来烏克利利循选台湾 不过一把上等的烏克利利 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 首先就是要针对这一排排的木板 它这个是做那个情景的 情景的部分 情景用的是风树 取下来之后先做初步的切割 刨型到最后的磨砂 它磨砂部分是非常重要 一直必须要磨到没有 就是很平滑 必须要磨到很平滑 对 很光滑这样 还有形状 这个大概经过几道程序 这个大概30道程序左右 将木柄处理好之后 情深的制造也是大有学问 这个薄薄的它有什么功能 它这个是做它的音箱的部分 裁成这样之后呢 它有什么动作 裁成之后 它我们就会把它变成是三片 合起来 用白胶下去粘住 那这个之后会变什么样子 会变成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它是怎么变这样 就用 原来它的成型是这样来的 对 情深正背面都必须要做好描边 与人工裁切 最后再用压合器压个两天 但说到情深的部分 最为费工 只要有任何一丁点的破损 准把乌克利利就等同于报销 情饼情深完成之后 终于要到组装的时候了 这个就是情饼 然后这个是情深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但是它的上面呢 我们必须要再加一个纸板 纸板 纸板 对 就变成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还有个下居 别忘了 还有下居 然后它这个叫上旋枕 但是它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下旋枕 就放在那里 放在这里 最后 最后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就变成这样子 裸形打造完毕之后就要上弦线 不过它打造一把纯手工的乌克利利 所耗费的时间也是成本 就因为是纯手工 因此制作时必须要格外的谨慎 由于日前乌克利利掀起一阵风潮 张家喻与先生决定投入生产 但因为坊间出现许多价格 较低廉的塑料制品 在市场方面出现了排挤效应 虽是如此 但不影响夫妻俩的志勤失业 积极地与士团老师做接洽 接受团购的模式 是夫妻俩现阶段获利最平稳的经营模式 而坚持制作乌克利利 其实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 其实他就像一个孩子吧 如果说消费者你有那个机会 可以拿到我们家的情的话 请你也把他当你的孩子 一样的去爱护他 记者巴鲁马耀台中风源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